了解了仁淑的滋后标准 红娘决定带着王阿姨和仁淑 见上一面 王淑 正好咱过来给你见一下 这是咱们王春节 我叫仁淳财 仁淳财 真的 从你这个面向看 不像六十七岁的人 哎呀 还不像 真正好 如果我添的 无论 我去哪里 用响 我这有点 我与你 给我 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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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而且现在我儿子 在婚了吧 不知道 hold 这个我也不跟他联系 我也不问 �家亲没有什么牵扔 我们也没有牵扔 这都没有牵扔 你几个孩子 两个 就姑娘 你这挺好啊 儿女伤钱 我们两个分手以后 他东跑西跑的 就是不顾正业 不管孩子 反正他也没有那个条件 养孩子他也不怎么顾正业 所以他奶奶爷爷也不同意 所以没有找我 一看他不要没有办法 为什么我要这孩子呢 我的爸条件挺不好的 我从小六岁就没有母亲 所以我把孩子放在谁 我都不放心 我只是我吃那些苦 我找那些罪 所以这两个孩子 我都懒得我身边 我就这么说吧 我能要好一口吃 我也不会把孩子扔掉的 提起曾经的苦日子 这王阿姨明显有些哽咽了 而仁淑也对王阿姨敬佩不已 看着彼此双方 都是实实在在的 为了找另一半 仁淑也如实地向王阿姨 说出了自己的身体状况 有双吃过我的坏事 所以今年来年 我现在必须要换 不换的话 我现在晚上睡觉疼了 晚上要疼 但是我现在这么走路上 是不影响 不影响 但是我平时这么躺着 睡觉睡不了 我白天活动没人 好像还可以 很感觉我身体特别心里有点想法 你现在医保上都有吗 都有 工作是没有 工作没有 退休工资也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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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有一个自己哪怕工资低一点的 有一个正式就是社保工资 退休工资 我心里就感觉好像挺有保障的 他现在是自己养车自己有钱 这个我也承认一个月五六千块钱是 但是我不脱底 我们这个院里边有一个小区的一个老年活动室 完了以后渐渐生 完了以后有的时候去打工马匠的马匠 马匠听我可去不了 我一听见马匠听我的心就闹得很 像刚才他说 我一看到马匠 有的时候我没事我也去玩 说老实话 但是我不是以赌为生 就是一个消磨时间 打麻将我也挺反对的 那一天输一百多 应输 就他这个心里打麻将不得赢 这双方因为爱好的问题 眼看着越唠越僵 咱人手提出 眼瞅着中午了 准备给咱王阿姨做个饭 也让阿姨尝尝自己的手艺 你那么多饭 不必 我做这个汤 我做这个汤 可能是水清汤 这个基本上清汤 我做一下 我自己鲜蛋我都不老去 冒冒的 还挺好喝的 挺好 挺清淡的 挺好 还有能会做饭 无人还是挺好挺优秀的 行考虑考虑再说 考虑考虑 这饭也吃了 彼此也闹得差不多了 双方决定留个电话 接下来可以再联系一下 想了吗 想了 电话了以后 他们不在的时候 咱俩没事的 通过电话聊一聊 互相了解一下 好 对 也可以了解 再继续 我的电话就是我的微信 就加到这些 以后就先完成 咱们互相之间 有电话了以后 就再加微信 我是希望咱俩往好的地方去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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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 拜拜 再见 辛苦了 拜拜 拜拜 这任大哥会做饭这一点 王大姐还真就觉得不错 就是这身体情况 让大姐有点顾虑 好在俩儿也都互相留了联系方式 再联系着慢慢看看 没准接下来 会有更进一步的可能 王大姐的儿女说 希望老妈能为自己活一把 我也特别想把这句话 送给电视机前的大哥大姐 辛苦一辈子了 该为自己活一把了 你们幸福了 儿女们才会幸福